今天印尼雅万高铁连条连市综合检测列车 从首都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出发开往万龙市 列车运行时速逐步提高至350公里 这是检测列车首次达到该速度 标志着雅万高铁达到设计速度标准 实现了连条连市阶段性任务目标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万龙市 全长142.3公里 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项目建成后雅加达到万龙的旅行时间 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极大改善当地交通状况 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